来 你也吃 走吧 走 展大哥 你怎么来了 顺着我来看看你 我气 饿不饿 我不饿 我寻见的时候不会饿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 程鑫的那家吗 嗯 我不吃了 放心吧 我已经跟满汉说了 我爱 真好吃 展大哥 程鑫那么远 你怎么过去的啊 是鹿而已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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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群小屁孩怎么回事 你还我包子 没关系 我再买一个就是 可是程鑫那么远 我请供好 83 evaluating Speak to 豆腐 擋住你爷爷了 你放开 放开我 放 7 loc 这么想就偷东西 小心我送你去见官 小偷跑了 这片街区我兜手 他跑不掉的 我倒是问一下你 你怎么证明 这个钱袋就是你的呀 你是何人 也配来问我 在下开封府的捕快 姑娘有什么冤屈 直接去击鼓茗渊吧 你怎么知道 我是姑娘 这里面真的是你的东西啊 是啊 这可都是大内的东西啊 这戒指上上品 金黄色 一般人可都是买不到的呀 你确定是你的啊 仔细一看 又好像不是我的钱袋 大概是 你现在错了 去哪儿了 看看啦 小七 展大哥 你好快啊 给你买了包子 正好我饿了 来 你也吃 走吧 走 对了 我今天见到公主了 是吗 在哪儿 我今天看到一个女扮男装的人 说钱袋丢了 我就帮她捉小偷 后面打开钱袋 把东西还给她的时候 人就不见了 你说这个公主 女扮男装 她能去哪儿啊 无非就是一些男子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嘛 公主每次跑出来都女扮男装 经常藏匿在三元赌房里赌钱 翠凤楼里面听听戏 或者文书院里面听书 再要不然 看样子啊 你这公主的喜好和习惯 还蛮了解的嘛 的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